第一名耶 看什麼玩笑 我好像也還沒拿過第一名耶 他就一直強調說 可是這第一名是有條件的第一名 我說不管啊 小慧熊 其實坦白講就有獎金啦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很排斥 對 排斥身份的問題 就癌症病喔 所以你是覺得這個比賽是有被標籤的 對 就是生病的人 為什麼我要抱親友 因為我不想把自己當癌友 我好啦 我幹嘛 我只是親人的 我的想法要正向啊 我幹嘛一直抱癌友呢 抱癌友都認為我自己就是癌症的了啦 我可以體會啊 我有跟他講過這件事情啊 我就說 不管是有什麼條件啊 因為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參賽 也不是 全天下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生病而已 說他很特別嗎 並沒有 他只是就是說 我一個單位 然後在有條件之下 開放了這個比賽 所以你可以來參加這個比賽 就這樣子 我想很久我跟自己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去 想說身不身份的這個問題 你就是一個畫畫的人 他這個比賽就是畫畫的啊 那你管他身份那些問題 你今天怎麼不可能 這個展是什麼 亞洲人參加的展 然後你怕被人家定義成亞洲人 你就不去嘛 但是明明就是一個畫畫的展嘛 那你為什麼不去 如果把自己限制在某個框框裡面的話 那可能以後很多事情都不用做 比賽啊 應該是說 我常常覺得即使安寧推動了那麼久 大家對安寧還是有一些錯誤的想法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安寧的生活 可以不是只是躺在那邊看天花板 可能我覺得我自己的圖 很單純的就是我 展示我現在的狀態 我現在身體就是這樣子 不是正面陽光的吧 我有想過我可能家座或者是什麼 可是沒有想過會第一名 我當時候只是想說 試試看真的有這麼好嗎 也沒想到自己會中 中這個三二一 其實我沒有想過要得名 我大概就是只是很想要讓別人可以更了解 安寧之外 還有看見生命 生命的連結 生命的美好 甚至生命的不好 這樣 就是這是一個可以呈現的方法 那評審就算不給我名字 也有看過這個故事 對 我覺得它就是一份感動 或者是一個傳遞 這個名字齊得太好 就是希望 就是讓我肯定我的畫畫能力 我沒想到我無私自通 沒想到沒有老師 我還是可以得獎 然後得獎就是肯定 就是給自己一個動力 就覺得說還可以再去參加別人 沒錯 彩繪希望 這是第八屆 癌症希望基金會所辦的一個繪畫的活動 那麼在參賽人到底有誰呢 除了癌症病友本人之外 癌症的病友的親友 照顧他們的人 還有醫療團隊 那麼甚至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為小朋友設置的組別 那麼在他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幅畫作裡面 其實都有不只一個故事 很多的故事 那麼今天在現場 我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們今天要再跟另外一位得獎主 來聊聊他的作品之外 我們都邀請到一些相關的貴賓在現場 希望能夠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 在這邊呢 我就先來介紹我今天節目的來賓 首先要來介紹的就是我們要非常謝謝他們 因為這一次的彩繪希望比賽 是因為有他們的支持 才能夠如此順利的推動 讓我們歡迎我們這一次的公益夥伴 美沙墨沙東藥廠公司的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中導理會總經理 嗨 嗨 Nice to meet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 We are really ver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today Oh thank you OK 那麼今天總經理在這邊會跟我們分享他 因為他也是評審之一喔 所以他會跟我們分享他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 看到這些作品低眼的想法 以及後來看到這個作品得獎者之後的故事 是不是跟他所想的那種是一樣的感動 那麼等一下我們都會請他來分享 再來呢就要來恭喜 也歡迎這一次在我們才會希望醫療團隊組中 榮獲第三名的林欣宜 欣宜 大家好 我是欣宜 欣宜 她是在癌症的相關的醫療團隊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心理諮商師 是 她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她並不是做諮商工作 在年輕的時候她是攝影師 攝影工作嗎 平面設計 那你也很喜歡攝影對不對 有學攝影 學攝影 對有學攝影然後平面設計 那麼後來其實是因為一些因緣機會 當然自己人生的一些轉變 所以呢踏上了心理諮商的這條路 前前後後呢 一開始不是專門在癌症方面對不對 一開始 對 那後來走到了癌症 走到走進了安寧病房 那麼尤其在安寧病房已經服務超過十年的時間 七年 七年 安寧病房四年 四年 但前面其實 癌症三年 癌症三年 她看到非常多的故事 而她這一次得獎的作品 這幅作品的名稱是 生命中最後的美麗天空 我跟大家說 她不是只是一個意象 因為她真的就是 心理所照顧的一位病人 她眼中看到最後的天空 但她怎麼能把它畫出來 非常的感動 等一下我會請她來跟大家分享 再來呢 要介紹這位貴賓呢 就是我們非常感謝 一直在很努力的 不管是為癌症病友 或者是親友們 以及相關各式各樣的一些醫療等等的議題 一直在非常努力 那麼也已經連續十四年來辦這個活動的 讓我們來歡迎 我們的癌症希望基金會的執行長 蘇聯英執行長 執行長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執行長今天有很多話要跟大家聊 我相信在舉辦這個活動 連續十四年 舉辦到第八屆 沒有那麼容易 就像我們今天一開始跟大家所說的 它是一個被癌症冠名的比賽 癌友們自己都不願意來參加這個比賽 不想要讓人家知道我是癌症病人 覺得我就算拿這個獎 又有什麼好光榮的 我得了癌症 但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一做十四年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定位成 彩繪希望比賽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其實在癌症裡面還是有希望 而且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的人 帶給我們希望跟感動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裡面呢 會跟大家聊很多 我首先就來問一下執行長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怎麼能夠辦十四年 你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是什麼可以支撐你走到十四年 中間曾經碰到過哪些挫折 我們基金會是在2002年成立 那當初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 藉由正確的知識 還有足夠的心理支持 還有幫這些病人們 他們在生活因為癌症的衝擊 遇到的困難 幫他們找解決辦法 陪他們走這一段 對他們的人生來講很挫折的階段 那工作上除了我們一開始非常的著重 是他們不管是病人或者是家屬 在面對疾病該如何治療 治療的這些副作用外 我們覺得癌後人生雖然不同 但是也有一樣 因為他還是每天早上醒來 要如常地做很多的事情 那在生活上除了他的病痛外 情緒是影響他每一天 面對每一個挫折最重要的一個能量 那如果有一個方法來幫助他們 那是不是就可以讓他們可以有機會 得到更多正向的力量 那其實藝術創作它重點是在那個過程 它可以藉由這個過程 它去抒發他過去的情緒 那有些人就藉由這個過程 去分享他當下的心情 那更有些人 他也藉由這個過程去分享他對未來人生的期許 所以不同的角色跟身份 像病人 我看到很多參賽的病人 也很有趣的像主持人剛剛分享說 一個以癌症冠名的比賽 怎麼會有人想參加 結果我也聽到不一樣的說法 他說如果我不是癌症病人 我還參加不了呢 這就是一種非常正向的想法 沒錯 太棒了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的病人 他本來他完全是素人畫家 他根本不會畫畫 他因為生病了以後知道這個比賽 他就開始練習 專注地做這件事 不只讓他的情緒 可以有機會得到一個好的管道抒發 更重要的是 他因為這樣變成畫家 還辦了畫展 一路走來 我們已經產生了至少三個畫家開過畫展 哇 太厲害 是IU本人嗎 IU本人 而且他們原本都不是這方面的專長 那也有像醫療人員 因為我以前也是在肿瘤科病房工作 將近11年的時間 我覺得在病房裡面工作 真的每天一進到病房 你就必須先把自己裝備好 去迎接所有期待你協助他的每一個人的 不管是生理上的痛 或者是他的情緒 那其實等到下班的時候 我們大概也差不多都沒什麼力氣了 那長久在這個肿瘤科病房工作 你都在給 那有沒有一個方法 他也可以把這個給累積的 不管是正能量、負能量 用一個方法來做表達 所以其實我覺得 彩繪希望這個活動很重要是 他建立了一個平台 讓所有因為癌症而受影響的關係人 不管是病人、親友 或者長期提供服務的醫護人員們 藉由一個方法 他們彼此來對話 對話癌症對他們的影響 才會希望長期以來很支持我們的評審 錫慕榮老師 她說過 參加這個比賽 只要參加就得獎了 就是你可以願意用這樣的方法 來跟別人分享 不管是你的愛 或者你的苦 或者是你的痛 對 非常的令人感動 難怪 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所辦的這樣的活動 真的是很掌握到 不管是癌症病人 或是他們親友 或是照顧者的心 那麼在跟執行長 聽完執行長分享之後 其實我也想要來聽聽我們這一次 因為我就說 其實任何一個活動能夠促成都是 有很多人的幫忙 像在除了癌症基金會的發想 跟努力的推動之外 也需要很多工業夥伴的支持 所以呢 今天在現場的是 美商墨沙東藥廠公司的 台灣分公司經理 中導理會總經理 我知道總經理是第一次參加 才會希望的比賽 而且是第一次擔任評審的工作 就公益夥伴這個角色來看 因為你們的支持 所以能夠讓這次活動 這麼順利來進行 就公益夥伴的角色來說 你怎麼來看這個 才會希望的活動 So MSD Taiwan is a company that is fully committed to bring innovative treatment to Taiwan and we believe we share the belief with the foundation that everything we do is about patient and for their family and this competition I believe is a very very good platform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 healthcare practitioners to share their feelings and also their story behind it everybody knows cancer has a dramatic kind of impact on patients and families but if they can have a platform to share their stories which every story is unique I think that gives inspiration to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against cancer today and also the people who are supporting the patients to fight against cancer So MSD Taiwan is truly honored to play a role in this competition 就是說對你確定就是排症 然後一下一下也有 所以我們現在 之後幫你排的次了 就是單側全切跟淋巴刀拿掉 就這樣子 然後之後化療 因為我一開始 自己的想法是 不如我就在法國治療 反正醫生也幫我排流程 我就這樣做完這樣 這樣我就不用動 那我可以繼續留在那邊 一如往常 我只要把這個解決完就好了 但是因為家人 還是希望我回來啦 對 所以我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回台灣 那時候預設想要什麼時候回去 預設什麼時候回去 就是機票到幾前我就要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 回來台灣的時候 覺得沒救啦 可能是 你不用擔心其他的事情了嘛 對 你要專注的就是你生命這件事情 然後就一直往私利的想 往私利的想 然後就越來越恐怖 越來越恐 就覺得癌症就完了完了 天都塌了這樣子 就自己晚上在房間 就不知道就害怕死亡啊 沒有什麼 他就曾經跟我講說 本來在那裡是 獨自承受的那個壓力 然後害怕朋友們 我們要去照顧他的那個壓力 他回來了 他說那個壓力變成 害怕一個白髮人 要去照顧黑髮人的那個擔憂 那旁邊的人會 講得很簡單很容易這樣子 什麼 兵力不要想太多 把握檔下 你先去休息 我小時候沒有辦法休息啊 這個音符你們現在還 他那時候好不容易被 被那裡的市政府看到了 這是多大的一個榮耀 結果他就回去了 所以他就那一度覺得 拼了那麼久 拼了一輩子 到底在拼什麼 好不容易都好像要開始發展了 我也看不到我的作品在那裡 給人家讚 就是我沒有辦法親自去 他有一度很消極的 一開始的時候 會怨天尤人 就是 就不想做話了嘛 你人生遇到這麼大的事情 健康都沒了還做什麼話 然後一輩子就是為了做話 然後結果生病了 努力了很久 然後結果上天給你一個考驗 而且那個考驗是你難以負荷的 但是到我癌症基金會 他就有一些課程啊 然後有一些抒發的管道也比較好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朋友一直都是 鼓勵他繼續做話 就是畫畫這條路是一輩子的 他跟你有沒有生病是無關的 你愛藝術這件事情 那個熱忱是不會變的嘛 我有跟他講過這件事情 我就說 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經歷 你既然沒有辦法跟他切割 你為什麼不去接受他 當初畫這一幅作品 它是介於第一次開刀 跟第二次開刀中間的那個禮拜 畫的 那這一張只是其中一張 我覺得應該可以放大的圖 我就跳出來把它放大這樣子 因為如果我今天用自己的方式 我自己熟悉的呈現方式 把它再重現的話 會有不一樣的利益吧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 這是一個不漂亮的地方 是一個挫折 生病 是很不堪的 是痛苦的 所以我不要去看他逃避 可是宜君在這張畫裡面 看到他不再願意逃避了 我就是勇敢面對自己 而且我比別人更誠實的面對 我百分百的就是這就是我 藝術家來說很重要就是要先認識自我 對 那我覺得這一步他就做得很好 我將我自己身體展示給別人看的這一點 無形中就已經放下了一些東西了 用藝術的角度我們會說 有傷痕的地方是你最美的地方 是最有經歷的地方 人的皺紋是最漂亮的 你受傷的那個疤痕是最有生命的活力 所以他現在不只勇敢地做自己 然後勇敢面對生病這件事情 覺得真是太棒了 那個最美的身體在那裡 那一刻我是很興奮 對於一個被癌症標記的一個比賽 剛剛其實前面的幾位來賓也 大概聊到了一些他們的看法跟想法 但是即便是這樣 這個比賽從2006年到現在14年的時間 舉辦到第八屆 參賽的人數是一年比一年多 到今年呢 已經有1118幅的作品來參賽 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現場會看到今天有兩幅是這一次 第八屆才會希望的得獎作品 分別來自的是癌症病友組跟醫療團隊的作品 那麼醫療團隊作品就是在我們現場的心儀 它帶來我們剛剛看到是在最後 最後眼中最後的美麗的天空 這個是我們醫療團隊組的第三名 那另外一幅作品 但大家來看 這是我們病友組這一次第一名的作品 那這一位是宜君 但是他今天沒有來到現場 這幅宜君命名為自畫像的作品 在這一次的病友組當中拿到了第一名 那麼我相信大家從這個圖中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他叫做自畫像 那他今天沒有辦法來到現場的原因 是因為在我們錄製剛剛前面 大家所看到這個影片的前一天 他又發現自己有第二種癌症出現 鼻炎癌 所以他現在正在努力抗癌的治療當中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但等一下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我們評審的口 來告訴大家他在看到的這兩幅畫 以及心裡面的想法 還有他覺得這幅畫裡面要告訴他什麼樣的故事 那首先我就想要來跟總經理聊一下 總經理你當初在評審的時候有看到這兩幅畫 你為什麼可以從這麼多的作品當中 給予這兩幅畫這麼高的評價 謝謝 所以我覺得第一部分 那麼另外還有一幅作品 我想要請教總經理來看一下 就是在醫療組第三名的我們現場的心儀 他的這幅作品讓你看到了什麼 OK 對這二幅畫是一幅畫 我認為這幅畫是一幅畫 為人的想法 為人的恐怖的死亡 也也會有福利的家庭 也會有福利的家庭 也會有福利的家庭 那當時他們的患者 遇到他們的生命 他們不是只記憶 孟靜姐非常令人感動 連我都要掉眼淚 剛好是已經很累了 為什麼可不可以先跟說 為什麼聽到可以先說 董經理的分享這麼的感動 的確是我們想要表達的部分 真的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看到 記住他們最後看到的事情 這一切可能不是那麼的 看來的過程不美麗 但是這當中其實留下很多 值得記憶的美麗的那個時刻 所以欣宜她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記錄下來非常高興是 評審總經理看到了 她看到她看懂了 因為這一段真的就是 醫療團隊或是照顧者 想要讓大家所看到的這一點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比賽 她真的讓大家看到 而且就像欣宜她一開始在 影片裡面有講 她說就算我沒得獎 但我還是讓人家知道了這個故事 我還是讓他們看到了有這樣的一個發聲 所以接下來我就想要請教一下執行長 執行長妳這一次雖然沒有擔任評審 但是其實這些畫作妳看了之後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妳的感覺 我一直都是不能擔任評審 但是每一次看評審從初審到副審 他們在討論每一件作品的時候的那個用心 就讓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是充滿了希望 因為每一個創作背後的一個故事 都代表了他們的人生在面對這件事情的一個態度 那所以剛剛像欣宜的那個作品 我覺得我第一眼看到那個眼睛的時候 我只有第一刻的感覺 哇 怎麼那麼深邃的眼睛 她畫得真好 後來再認真看 包括聽到欣宜在講這個 謝謝 她畫的這個主角 後來已經走了 可是從那個欣宜那個創作的表達裡面 那個眼睛是充滿了希望感 以前很多癌末的病人 他們在面對人生這麼大的挫折的時候 常常望向 他們常望向遠方 那那個遠方有時候呈現是一個比較空洞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欣宜畫作裡面呈現的那個眼神 她是真的是充滿了希望 而且好像在告訴身邊的人 包括她親愛的家人 我準備好了 你們放心 我要去迎向另外一個希望 我覺得讓我有這種感覺 所以看得是很輕鬆 我覺得對她的家人 是一個很好的告別 也是對長期照顧她的醫護人員們 是一個很好的謝謝 謝謝 謝謝他們陪她走這麼一段 我覺得 離開醫療的第一線工作以後 我更能深刻感受那個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壓力 我現在的工作轉換 反而能讓癌症希望基金會這個平台 藉由很多企業社會大眾的力量 我們來做一些醫療人員第一線 他們沒有辦法做的事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比賽 讓他們都可以來參與 讓更多的病人更多的親友 來表達來傳遞 癌症不一定是負向的 即便她的創作當下是一個很負向的情緒 那也是她想要告訴大家的 這本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我為什麼不能用這樣的態度來做自己來表達 那其實創作完了以後 我也絕對相信他們的情緒 也會跟著有機會走出去 所以這個活動本身 我覺得這個比賽本身 真的謝謝一路走來 這麼多人的參與跟協助跟幫忙 他們賦予了這個活動更大的一個意義 謝謝執行長 那同時間在執行長跟我們分享的過程當中 心儀也比較稍微緩和一下情緒 因為剛剛要問她的時候 可能在當下其實是哽咽說不出話 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畫作好了 這個再讓我們把完整的畫名 告訴大家叫做 最後一眼的美麗天空 聊一下這幅作品好了 對 聊一下這幅作品 這幅作品的當事人是 就是她 對 大家看到 哇 這就是 當天的眼睛 因為那天應該是說她的家人 她女兒想要 想到我們已經陪伴她一個 應該有一個多月了 然後想到說 她狀況不是那麼的好 那她女兒想說 爸爸以前喜歡戶外 那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在戶外臨終 那我們討論之後是說 因為其實你要在一個很精確的時間點到戶外 其實是不容易的 就老天爺的時間大概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那所以我就想說 剛好那一中午其實天氣滿好的 要不我們就現在出去 我們常常說在安寧做酒 大概就是把握當下 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所以後來我就說 那她也覺得OK 我們就把窗直接帶到花園去 那到我們的涼亭夏的時候 就發現 剛好藍天白雲就是 真的是天氣很好 就是機會滿好的 我們就叫醒了她 然後她有看到我看到天空 那就點了點頭 那我就看到她眼睛裡面反射的這個樣子 那我就跟她女兒說 可不可以讓我拍下這個眼睛 讓她做紀念 因為這個是我覺得是女兒的期待 那也是她喜歡的東西 那我覺得人終究會離開 可是她生命所留下來的這個情感 或者是這個意義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留了這張畫 那其實這是前年的事情 但是到去年可能看到這個揮畫比賽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想到她 我就想到說其實我們在安寧工作 真的就單純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來安寧真的沒有很恐怖 然後不是像大家想像很昏暗 然後就是像伯伯他們常常或病人常常說 來家就單純啊 很可怕的感覺 事實上我們希望病人就是人 他其實還是可以盡量保有他想要的樣子 或他想要的事情 只是因為身體受限 我們換一些方式去做 那但是還是可以維持他一個人 可以有的生活或者是樣貌或者是尊嚴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雖然我們畫得也不是很好 但是就很想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才會說 對即使沒有得獎 至少評審都看過了 那我們就多了一些就是分享的機會 那如果還有說 還有機會再讓更多的人 看到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是更好 對 大家知道她為什麼叫 最後一眼的美麗天空嗎 因為在欣宜拍下了這張照片的隔天 其實這一位化妝的男主角 她就離世了 真的是她看到最後的一眼美麗的天空 我其實很想知道就是 因為這是前年的事情 那妳要參賽 妳後來才畫好這幅作品 因為要參賽 有沒有這位病友 已經離世的病友的家人知道妳 妳要去參賽嗎 有 那妳們有聯絡 有 因為我先跟她說 我要畫這一個眼鏡 然後試著去分享 那她同意了我再投稿 那後來今年得到 就收到通知的時候 我又再跟她說 我們得了獎 那我會想說還是跟她分享我的話 或者是這些過程 然後她也覺得OK 那到昨天 因為剛剛比較有感覺 是因為我昨天跟她說 我們今天要 本來我是想整個完成以後給她 那當然我昨天跟她說 我會帶這些照片來 然後 就是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然後 對 有收到她的回信 是女兒嗎 是這位大哥的女兒 她說 爸爸應該會很開心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 可以去想念她的機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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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認為是說 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把握當下 不一定是要到什麼時刻 我們才能做什麼事情 因為 臨終的時間沒辦法決定 對 所以後來我就跟她說 剛好那天天氣不錯 我們要不就 直接先帶她出去 可以讓她行的時候可以看到 因為她行的時間很短暫 那那天就是把她推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叫她 那時候她剛好醒了 有看了一下藍天白雲 那我看到她眼睛有那樣子的一個反射 我就跟女兒說 我想要幫她把這個眼睛拍下來 然後做點紀念 那她覺得同意 所以我們就拍了這一張 對 那我記得好像是 那天晚上還是隔天她就離開了 因為做了一篇傳播十年 覺得有點疲憊 然後我學生時期就車禍過 就是坐機車後座被公車撞到 飛很遠 頸椎的韌帶拉斷了 所以那時候我先說 你對人那麼有興趣 你要不要就是 就是去看看心理的部分 那安寧也是我想要做的一部分 是因為我的好朋友在我大學的時候 學癌過世了 那那個時候的心理的重視或資源 其實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我覺得我悲傷了十年 所以亞東這邊開始的時候 我就直接又回來這一邊 這條路其實走得非常艱辛 你從不好期待 然後接受治療 然後可能又有點期待 然後但是又變差 然後到最後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生命即將面臨結束 我覺得這條路其實說的確是非常的困 而且他們可能走起來也會覺得 沒有人懂他們 這邊很大的學習就是無常 就是你可能好好的出院 他也可能會離開 那可能病為好幾次 他又穩定的出院 不是說好起來是穩定 下一次又更差 更差這樣子的到慢慢的離開 那也有你守好幾天 很怕他離開的時候不在 他就是會在你去上廁所 去幹嘛的時候離開 也有的人就會真的到所有的家人都回來 都到的時候他才離開 所以我覺得去猜或去想 他什麼時候會離開 對我來講好像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我比較覺得是要在這個人在我們面前 我們可以怎麼樣好好的相處跟陪伴 所以我會去聊他的生命史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生病前 其實生病 我大概常會說的一句話是 病人就是人 可是因為生病之後我們只關注在病這件事情上 你看看醫生 護理師 家人 病人 是不是所有的聚焦都在這個疾病身上 尤其到末期的時候大概就會很 更關注就是他快要離開這件事情 會忽略這個人的一個整體性 那在聊的過程裡面 我會對於這個人有一些認識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想 除了在這邊你躺著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是你想做的 或者你沒做過想嘗試的 那我就會覺得這樣子的生活的品質是 他也喜歡他想要 就是盡量的朝他們想要的樣子去照顧 所以那時候在看到比賽通知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把故事寫出去 讓別人可以更了解安寧之外 還有看見生命 生命的連結 生命的美好 甚至生命的不好 這樣 其實我沒有想過要得名 我大概就是只是很想要分享他的故事 那評審就算不給我名次也有看過這個故事 對 我覺得他就是一份感動 或者是一個傳遞 所以我就畫了局部的這個眼睛 因為想要呈現的是 眼睛裡面透出的那個反射 那因為常常這張照片 有時候有些同仁會說 這一般民眾看了會不會害怕 因為就是 就只是演病人的樣貌這樣子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細細看 其實是蠻令人感動的 我想應該就是 不要讓他離開這條路 就是走得這麼的孤單 然後有一群人 也許跟他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他在最後 這一條路默默地守護著他們 然後陪伴著他們 然後護送著他們 然後走向一個新的開始 剛剛大家看到的影片裡面是 訪問欣怡在講他的一個 心路歷程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中間有一幕是 他在摺星星 還有一個玻璃罐 還有一個星星 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欣怡陪伴了非常多的病友 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領路 那每當送走他們之後 他就會摺一顆星星 放進他的玻璃罐裡面 那到目前為止 已經陪伴了六七百位的朋友 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圓滿地離開 這個玻璃罐裡面的星星 其實都算是 欣怡對他們的一個賞念 也算是一個紀念 其實癌症的最後一領路 沒有這麼可怕 那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 他們會在裡面做些什麼事情 分享一下 你會幫他們打造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其實也不一定是我 其實應該是說整個團隊 只是在我的角色裡面 可能可以有很多的時間 先了解更多他們的故事 那團隊就可以起座 那像我們曾經 有人就講到說 有個病人他想要去旅遊 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出去了 那我們團隊的護理師 就很可愛就說 那我們就去花園 然後把他當作 吃上去日本一樣 那因為我有種薰衣草 那我們就搬著薰衣草 然後在花園 讓他想好像去了北海道 然後就幫他們家屬拍照 拍照之後 用我以前的專長 我就去劈圖 劈他在日本的雪景啊 北海道花田啊這一些 做紀念 那也包含說 那他可能要坐飛機 沒辦法坐飛機 所以同仁也很有創意 就是做了機票 都準備好 就是像他要登機 然後我們還投影在螢幕上 墻上就是登機的 像YouTube就還不錯嘛 你可以找到很多影片 那就是真的好像在走 走進去的感覺 很像就是人家自己 那種 就是那個 以自己當主角 然後自己這樣拿著 欸我們走進去 登機那種感覺 哇 而且好像你們還運用VR 對VR是今年開始做 其實從前年開始準備到現在 那像台大森林系的余嘉賓老師 跟他的學生們 他們就是一起幫我們拍了 台灣的一些景色 那包含我們在上網去查一些 有海啊 樹林啊這一些 那有病人就開始 我想說我們雖然有花園 可以讓他出去 像李大哥的故事 可是的確還是有很多時候 受限到天后 比如說太熱啦 或者是說風太大下雨 所以我們就用VR 他可以看到虛擬的 但就是很像在森林裡面 或很像在海底 就是說你其實真的走不出去了 可是因為現在森林療癒是一個 自然療癒的力量 是蠻有被證實的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你可以用VR 也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那像他以前喜歡釣魚 那所以他看海啊 我們就說你看海跟看山 有沒有什麼樣不同的感受 他都覺得蠻好的 這個發想大概是從我以前 很久以前陪伴病人 癌症的病友 我就很好奇說 你喜歡釣魚 你都一直看那個釣魚的節目 你會不會很難過 就是說 你已經沒辦法參加了 或者是很喜歡去玩 然後去吃的人 一直看美食節目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那我得到的答案幾乎都一樣 後來我就覺得對 就像我不能出國 可是我很喜歡看旅遊節目 那他們也是這樣告訴我 他說 不能去看人家這樣做 也是一種感受 參與感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開始做VR 就是覺得說 其實他沒有辦法去了 那未來我們現在準備了 GoPro這些東西 其實希望 因為我碰到一些家屬 他沒辦法 病人沒辦法回老家 對 南投啊 雲林啊 這麼遠 那我們以前是用Google Map 就是 給他看他的田啊 他的房子 可是很多時候 他可能已經好多年了 對 已經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 記憶中的樣子 那VR我們就想 如果他的家人或我們 可以進去到他家裡 他就好像回家 其實戴上去就很像回家的感覺 那或許這也是一種 可以完成他心願的方法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感動 就是我這一段聽了 我也真的很想哭 因為你想想看就是 這些病人其實是 這些照顧者 我們是 其實你們並不認識 可是你們就願意 為了他們的最後一程 不是真的只有說 維持他們的生命 或是等等 是真心的希望 他們在最後這段路 是可以走得開心的 所以很謝謝這些醫療團隊的 一些成員的一些 照顧跟付出 那但是我也想要講的就是說 在這段過程當中 你一定也有你挫折跟低潮的時候 就像剛剛警長講 他說每天進那個腫瘤病房 那個壓力之大 你要想辦法自己去排解 你是怎麼 你有沒有曾經也非常低潮 非常沮喪 因為你這麼用心陪伴的每一個人 他最後都還是要走的 我們在做生死的 這個觀念上的學習 我覺得做了很大的學習 那當我們真的是感受跟認清到生命的事實 無常跟有限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心裡受到病人離開的衝擊 並不是那麼的大 當然我會難過會不捨 因為我們畢竟陪著他一起走 可是會不會像說 哇我痛苦到無法接受 或者是說覺得心裡非常的沉重 其實倒不會 就像摺心心或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當下我好好的努力陪了她 那她的離開我會祝福她 脫離這樣的一個辛苦的身體 那所以我覺得病人的離開 倒不會對於給我太大的壓力或者是痛苦 那但是生活上或許還是會疲累 坦白說醫院工作或貧健 也是有壓力 還是會有壓力 那所以其實在非工作的時間 那我也會覺得說該休息就是休息 然後比如說回家就是回家 回家就不要再去想工作的事情 那放假我們會盡量去往 去比如說去海邊走走 我滿喜歡去海邊走走的 那甚至只是放空 我覺得都是一個讓心休息的一個時間 還有我們的心靈的花園 每天早上去澆澆水也是有點像是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說 這很像是進去工作之前的騎手室 然後先進去整理的事情 就有點像我們要沐浴淨聲一下 然後開始去工作 那因為蟲鳴鳥就要在都市中 其實看到那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也是讓自己稍微喘息一下 所以我覺得我也常常跟同事講說 我們生活中還是需要有這些休息的片刻 那你就可以有力氣去面對很多的事情這樣 執行長你剛剛其實有講到一段 你說你離開了這個在蟲的工作之後 其實你更能體會到在第一線這些工作者 他們的壓力跟辛苦 能不能藉著這個機會 也對第一線的能夠照顧這些癌症病患的醫療人員說一些話 希望他們繼續堅持 每一次因為不同的活動再回到醫院的場域 其實都會有很多的感觸 我常常在一些公開活動分享說 我到現在如果當我壓力很大的時候晚上做夢 夢到的就是回到我當年工作的腫瘤科病房 那已經交班的時間到了 但是我聽到很多人叫著我的名字 但是我就在病床一床一床那邊很多的工作做不完 那完全沒有辦法走出來 所以一直到我已經離開臨床工作 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這樣的一個印象還那麼的深刻 那但是我覺得 如果比較三十多年前的癌症照護 跟三十多年後的癌症照護 像剛剛欣怡的分享真的很不同了 不管在醫療上面的進步 讓癌症病人的存活 可以從二十幾年前的二十二點六到現在是五十六點八 那是已經翻倍的一個病人的存活 那也代表什麼 有正確的觀念 及時做好治療 然後展開新的癌後人生的準備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抗癌症最好的一個態度 那即便是這樣 我們仍然需要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他們其實犧牲了非常多的 不管他們生理上的一個負荷 情緒上面的承受 來為這些病人跟家屬付出 所以真的很謝謝他們的支持 謝謝他們的堅持 那也希望他們這個堅持也可以感受到社會大眾 譬如說像墨沙東藥廠 還有癌症希望基金會 我們都是跟他們一起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在創建的是一個 大家為這件負面的事情可以翻轉更正向的態度 的一個傳遞希望的一個機會 癌症的確是一個需要大家協力齊坐的一個工程 它絕對不是靠病人或家屬孤軍奮鬥 那也希望病人跟家屬還有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知道 我們大家都一起來努力 好所以進行到這邊其實也要來進行我們今天 在現場活動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的開心 在現場我也要請我們的評審來頒獎 給我們這一次第八屆彩繪希望醫療團隊 第三名的心儀她的獎盃 在這邊我們是不是就請我們的美商墨沙東藥廠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中導禮會 來幫我們頒發第三名的獎盃 給心儀金儀的作品 謝謝 好 當然今天非常的開心 在這邊一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總經理說幾句話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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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要謝謝所有會員 把嘗試過 感情實帶來説 然後給他們敬 chapter 説中國犧結 在我的想法 Dom上 真為之 各式和 演奮 screens 我相信這個活動會有很多 的能力和社會的影響 所以非常感謝 我期待到接下來的活動 好 非常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裡 那也謝謝每一位參賽者的參與 讓他們可以看到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更多在癌症 如果你覺得他可怕 背後其實有非常多美麗的故事 那也希望說這麼有活動的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可以繼續持續下去 再次恭喜 幸運得到這一次的第三名 那麼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故事 如果各位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也歡迎你們可以在我們這個家留言 希望也謝謝大家幫我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感受到才會帶來的希望 好嗎 謝謝大家 也謝謝我們在場的來賓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見囉 拜拜 來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